买完马票睡完午觉 这个礼拜的课题还是华教 这样具体来讲 是我们华小的这个失职的这个问题 这样华小的这个失职啊 如果它是一个股票的话 它就好像马股这样子啊 又涨又跌 我们都不知道要买好 还是不是买它好 因为我们的YB灵慧英副部长呢 在这几个月里面 拿着那个说辞一直不断的在跳 8月25日的时候 他讲我们的华小的这个失职 是有过剩2300人的 然后过了一个多月 10月5号又讲 这个教育部retagging了过后 这个过剩呢 从2300人就掉到了500个人 可是10月10号的时候又讲 全国的华小是缺老师的哦 缺1300个人哦 现在变得少老师了哦 可是在缺1300个人的情况底下 11月15号 教育部长YB法尼拉又讲 未来的5年是够老师的 Tiada Kepeluan Guru Baru 为什么是少人 可是又不需要培训新的老师的 可是又在昨天 YB灵慧英副部长 又开一个记者会讲 教育部长不是这个意思哦 这样我不知道 Tiada Kepeluan Guru Baru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啦 可能我国语不够好啦 你可以跟我解释 所以兜兜转转转讲了 一个多两个多月 究竟我们的华小是够老师 还是不够老师的 不管真相是够老师 还是不够老师 为什么大家一听到这个教育部长讲 未来5年他不要再培训老师 大家都会跳脚 为什么董教总会跳脚 为什么那老师会跳脚 因为我知道严格来讲 Technically啦 你讲的可能是对的 副部长在讲的是 华文科的老师是过剩的 事实是就算你是一个华文科的老师 你在华小里面你也不是只是教华语的 他有可能需要分身去教音乐 他有可能需要分身去教体育 所以同样一个华文科的老师 他能者多劳 他是需要教非常非常多的科目的 所以他很累 事实是整体的华文老师是不够的 我管你是华文科还是什么科 整体而言就是不够 我们来看数据就知道了 董教总给我们的数据 每一年因为退休 因为一些某些原因而离职的老师 每一年大概是有500位 那么未来的5年 2024年到2028年 从私讯学院毕业的老师 这5年加起来 只有250位了 一年离职就有500位 叫我问你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很明显是不够的 所以呢我们要证实这个问题 教育部长也好 副部长也好 不要再去跟大家讲什么 technically华文科的老师是过剩的 technically华文科的老师是够的 我们只关注的是 到底现在华小还有淡小 有没有失之不足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证实问题 就去解决问题 不要再去逃避 然后用其他的那个说辞来模糊焦点了 如果你解决不到问题的话 那你就是背叛华教 是要被开除的 有这样严重吗 不是我讲的 我们没有这样严苛 是你的党同志自己讲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